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深层接受你小孩子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的时候 你反而可以拉进亲子关系 所以这五项其实就会是 几乎不管是男童心恋或女童心恋或双心恋的爸爸妈妈 打来的时候最常问的几个问题 而这些问题都没有很正确或是很关键的步骤 比如说SOP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的走法 这完全没有 因为每个人的家庭是不太一样的 而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 就是当他们困在这些问题的时候 有人可以陪他 有人可以理解 对我真的 我很多爸爸妈妈也都很希望自己小孩改回来 让他觉得被理解 以及有些正确的资讯 告诉他 很抱歉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改回来 他就是天生的 所以如果可以给他们陪伴 理解跟正确的资讯 这些东西其实可以帮助他们在这条路上面走得比较轻松 不会让他们避免走这条路 父母一定会经历过这些历程 但是在经历的这些历程过程中会比较轻松一点 所以这是我们建议 透过这五个问题来了解 同志父母最担心 以及最困扰的五件事情 那这些东西是怎么出来的呢 有部分是我们接电话出来的 有另外一个很大部分是我们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同志父母咨询专线里面的义工 这些义工呢都是我们 谢谢 这是我会写这段话是 其实我知道所有的父母都是很爱他的子女 可是我也知道说 当很多父母知道他自己的孩子是同志的时候 他就是他会有非常多的情绪 他会有非常多的一些难以接受的 很难以跨过的门槛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时候 他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了解他 了解他的人来陪他 所以我才写的这句话 所以当你觉得他是同志 痛苦忧伤的时候 让我们这些已经走过来的 不能说走过来 我们已经能够度过这段时期的父母亲来陪你 我觉得这样对父母亲是非常的需要的 我有讲到我的缘起嘛 我如果没有打这通电话 可能我现在就是那些正在打电话来求助那些妈妈的心境 那些父母的心境 就是除了哭还是哭 然后呢 很无助 很焦虑 而且他根本不知道未来是幸福 还有幸福可以追寻 甚至他认为这已经是世界末日了 没有未来可言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透过我自己的历程 想要告诉这些爸爸妈妈 只要你们愿意 只要你们愿意拿起电话 打这通电话 而且有一群爸爸妈妈是跟你一样 面对同样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走过来到现在 所以我相信你们也可以